大家好我是Paul 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NBA把誰 什麼偉大的球員選入了他的名人堂 你看我剛剛講這樣中文 選入了名人堂 這就是我很想要表達的一件事情 我在臉書的這些廣告上 就替自己宣傳的廣告上 特別提到這一點 我們中文就講選入名人堂 可是英文其實用了一個很酷的詞 叫做enshrinement 那我都覺得這個詞在我們的翻譯過程中 沒有給他justice 沒有給他該有的一種metaphoric undertone 就是我們說這個叫做比喻上的一種弦外之音的感覺 怎麼說呢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介紹各種不同的宗教建築物 然後我們再來理解什麼叫做enshrinement 各種不同的宗教建築物 包括我這邊列了一些啦 就比較常見的一些 當然沒有全部 因為你要細分的話還有更多再往下細分的東西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有church 最簡單的 我相信你都知道 church就是教堂 教會 那教堂 教會還有chapel這個字 也是 你的local chapel 你的local的教會 那還有一個詞叫cathedral 你如果去google的話你就會發現 church跟cathedral 它的分別就是cathedral是大教堂 我剛剛講的有點卡卡的 cathedral是大教堂 我以前聽過一個說法 但這個說法好像只是道天圖說 但聽起來蠻有趣的 說給你聽聽看 就他們說 小規模的村莊或之類的 你要能夠晉升成town的話 你需要有church才可以叫做town 但我剛剛確認一下沒有這說法 不過這聽起來蠻有趣的啦 那然後一個town要變成city的時候 你需要有cathedral 你才可以變成city的規模 but again 這是網路上也有人有這樣的impression 不只我一個 但後來就是證明說 這不是真的requirement ok 不是真的requirement but it's fun to know 好anyway 所以就是可能一個都市規模的大小 就裡面的宗教建築能夠決定他的 the scale of a human gathering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 這個先不扯 回來再來看宗教建築 monastery 這個是那種修道院 好 多半可能比較與世隔絕一點點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用一個詞來說 他比較secluded 就是比較人不會去啊 不是人不會去啊 那裡面的修室算什麼呢 好 就是一般人比較不會去造訪或之類的 所以這個叫monastery 就是修道院 修 修道士住的地方 ok 那還有一個詞 下一個就是mask 我們未求公平全部都不大寫 mask就是那個穆斯林 就清真寺 ok 所以穆斯林是宗教 muslim muslim 對不起 穆斯林是人 那伊斯蘭教才是宗教 所以Islam 那這個不大就不行了 因為這是宗教 好 所以這個我已經提過 你如果信的是伊斯蘭教的話 你就會被稱為你是穆斯林 所以這兩個詞會不是一樣的喔 像你如果信基督教的話 Christianity 那你就是Christian 所以它是同一個字去發展出來的 好 anyway 下一個 Synagogue 這 Synagogue是那個 猶太人去的那個地方 所以你會 其實你去Google一下 發現mask跟 Synagogue長得還亂像的 至少從我們這個外邦人的眼裡來看 因為他們都 他們那種球體的那種 spherical的那種 那種形狀在當他們的屋頂喔 我不曉得 就是反正 你會覺得他們的文化其實非常相近 所以有什麼好打的呢 好 不管啦 你不信我的神就得死 所以扯到這邊 其實就可以扯到另外一個詞 他們都是一神教的 所以 我的神才是神 你的神不是神 所以你信的那個神 跟我的神不同一個 事實上你如果去深究他們的那個 教義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是同一個 但總之可能傳遞的人不一樣 或什麼這些 然後就打起來 好 或許我不應該講那麼多 但anyway 所以他們都屬於monotheism 一神教 那mono就單啦 對不對 OK 所以單神教的 那你信的不是我信的這一個 那 你就得死 好anyway我回到這裡 tempo是那個 你大概就很熟了 我們講了我們的 寺廟或這些都是tempo 可是事實上tempo這個字 也會出現在其他的各種不同的宗教裡面 像 如果你說 像一個穆斯林 或者一個 那個猶太人也可以說 我們這邊有個猶太的tempo 也不是錯說真的 好 講完這大堆之後 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下一個字 shrine 什麼是shrine shrine就是神 神社的概念 像日本的宗教 日本信的是那種多神教啊這樣子 所以什麼東西都有神 都有神靈 單格的有 整體上來說也有 so they have all kinds of deities 所以這邊有個詞 打錯字 這個 這個 這個念作deity deity 它就是我們講的那種神職啊 各種不同的神 怎麼不叫God就好了 可能概念不太一樣 我是覺得 ok 所以 但我們不用神就它背後的意思 總之 他們信不同的神 神社 所以講到神社 你就知道裡面供奉了神嘛對不對 所以 shrine裡面有 worship的那些 deity這樣子 那回到我們今天NBA的題目來 所以今天這個文章的標題 take away from the 2021 naismith memorial basketball hall of fame enshrinement ceremony 所以這裡有個詞叫 enshrinement ceremony 剛剛講的shrine是神社 那 所以enshrine這個動詞啊 就是 你把 誰誰誰什麼神 給它放在神社裡面去給它 供奉著 朝拜著這樣子 所以enshrine這個動詞就 非常有那種 就那個動作簡單說 但你如果把它放到籃球的這一種 概念裡面來的話 它就有一個很有趣的這個 它像是一個metaphor一樣 metaphor是隱喻 我們沒有用直接的方式來說 什麼像什麼這樣子 但我們會說 Michael Jordan是籃球的神 我沒有說Michael Jordan像是籃球的神 如果用到像這個字的話 英文的那個修辭學 那個叫做simile simile 因為它是有similar這個字 你會不會覺得它躲在裡面 Right 所以我們用到像像的話用的是simile Michael Jordan是神 這個就叫做metaphor 所以這個是一種譬喻的說法這樣 沒有用到像的這種譬喻的說法 所以它英文有這種兩個不同的分別 這都是西方你在 像我是讀高中讀大學在國外 這就是學校裡會教的英文科的東西 好 所以metaphor 所以如果說你說NBA的球員 我們把它enshrine起來 你不覺得這就像是一個 把他們像神一樣 供奉在一個神社裡的概念嗎 所以 它就是一種metaphorical的一種expression 比喻性的一種表達方式 那你看這邊就講得多好 所以他們會辦一個enshrinement ceremony Right 那中文翻譯成什麼呢 中文就完全沒有把enshrine這個動詞給翻出來 我就覺得還蠻可惜的 好anyway 不是在批評 只是說 因為我們講到報導性的那種文字啊 英文中文都一樣 我們都會希望能夠讓人家淺顯易懂 所以說他們就選擇性的 不把enshrine這個動詞 背後的那種undertone給它翻出來 也不是怪他們啦 說真的 Alright 所以我們目前補充了一些 這個的部分 希望OK還過得去 所以很多宗教的這種 建築物啦 然後我們講到enshrine啦 然後它這個ceremony就叫做enshrinement 把他們供奉成神的概念 這樣 OK 所以這個標題又說了是 take away from 這一個enshrinement ceremony 什麼叫take away呢 就是我們可以從裡面 抓出一些什麼重點 OK So what's the take away 所以你今天講這個東西 重點是什麼 What's the take away 就我們今天如果要把你今天講這個東西 帶回家的話 我們能帶走什麼 So what are the take away's 所以這邊講到了 就包括有 所以很多人都不能夠miss這個活 這一件事情啦 因為真的很棒 有些legend啊或什麼的 所以今年進的一些齁 如果你是NBA這個fan的話 那無論如何我或許可以先給你看一下這裡 所以今天你如果去網路上看的話 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的這一些 enshrinement speech 所以他們被選入了放上神壇的感言 enshrinement speech 一般我們來說 要是你是一個獲得的獎或之類的話 我們只會說那個叫做acceptance speech 不會說那是enshrinement speech 因為你沒有放棄神壇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很有趣的一個字 因為它不是用receive這個字變出來 它是用accept這個字變出來的 所以我們講得獎感言 那個得到的得並不是receive而是accept 所以我上個禮拜才在我的那個 智慧課跟學生討論過這個詞 就receive跟accept的分別是什麼 因為你是知道中文翻譯的話 它都翻譯成是接收接收之類的 那既然都是接收接收差別在哪裡呢 像我送了一個禮物我收到了 你收到了 那收到禮物你會說 I got your gift 可以啊可是你可以說 I received your gift 你能不能說 I accept your gift 我不是說不行 只是說意思不一樣 那像剛剛講的 我寄一個禮物給你 欸我收到了 收到會用哪一個 就用receive 那為什麼accept不可以 所以主要差別在於 accept這個詞呢 裡面有要不要的感覺 所以我接受你的道歉 我不會說 I received your apology 那receive只是收到 願不願意接受它 欸不一定 喔你的道歉我聽到了 可是我沒有接受 這也是可能的啊對不對 那我如果真的願意接受你的道歉 OK I accept your apology Apology accepted 這樣是OK的 所以說 那你說 講到那個剛剛說的得獎這個概念好了 那為什麼得獎感言不是用receive 你不就是收到獎嗎 為什麼要accept 因為還真的有人不願意獲獎的耶 不願意受獎的 像我上禮拜在課堂裡面也是講到 好有一個人叫Bob Dylan 如果你不認識他自己去Google 煩死了 Bob Dylan 他是美國若干個世代前的一個很知名的民謠歌手 所以他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 你看民謠歌手得到文學獎耶 似乎也沒有音樂獎啦 為什麼一個唱歌的人能夠得到文學獎 很多人寫了小說結果都沒得文學獎 結果唱歌的人得 主要就是他 他的歌詞就真的非常有文學的意境 好我們也不講這個說不定可以特別做一集來 探討一下Bob Dylan的那些歌詞 但至少不是今天這一集 所以他得了這個獎 結果發生什麼事呢 這老兄就不出現 不收 那不出來領獎 所以那諾貝爾獎的這個單位很尷尬 那現在要怎麼辦咧 結果後來好像就過了不知道又若干年 他才出現了 然後說OK 然後也 是不是也發表了一下得獎感言 我也不確定 但總之得獎感言叫做 acceptance speech 因為他 因為這個獎是 有沒有要accept是 是這個概念 而不是說到了不是receive 好這個扯得有點遠齁 但無論如何都在講英文嘛 所以回來這邊的話就看到 他今天有Chris Webber得到 如果你不認識他 反正就NBA球員啦 Chris Bosch也得到了 Ben Wallace也得到了 特別講一下 Ben Wallace是一個 沒有被 在選秀中沒有被選到的一個人 像林書豪一樣 那沒有被選秀選到要怎麼說呢 Undrafted Draft這個詞就是有抽籤或之類的概念 所以他沒有被抽籤抽到 像我們說那個 籤王啊什麼 綁眼探花什麼那些的 好這個先不扯 反正Draft OK 那你說綁眼探花什麼的也怎麼講 或者第一頭號籤怎麼說呢 我們就講那個叫做第一輪的首選 第二輪的第二第三第四 說1st round 1st pick 1st round 2nd pick 2nd draft 3rd pick 3rd draft 大概講就可以了 所以他沒有一些特別的詞 來說他 像我們中文的這個東西 好anyway 所以還有Tony Kukoc 這個是當年那個 芝加哥公牛隊的那個射手 後來然後其他的一些人 我就不說了 anyway 我們再看幾個東西就好了 所以下面包括遊樂 他就講到每個不同的得獎人 有些什麼話好說啊或這些的 包括有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一個 Bill Russell OK 比爾羅素 那總之他也是得到相當多的冠軍戒 OK 所以他的這個legacy啊 是非常的 好很屌的 所以這個legacy就是他的傳說 他的傳奇 OK他的legacy 好然後呢 我特別想講一下 因為我這樣一路看下來之後 我有看到Tony Kukoc 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部分 所以Tony Kukoc 那個時候 來我們往下看一下 對不起 走一走這邊 Tony Where's 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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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ramento Kings No not you Tony yes So one of the greatest international players to find success in the NBA Tony Kukoc Cut his teeth in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the league has been next has seen next to Michael Jordan and Scottie Pippen 好學 這一句我們講一下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一集錄到這裡其實也蠻長的 所以Tony怎麼了呢 Cut his teeth 這個片語你如果不懂的話 我就是在那邊放一下 OK Cut his teeth 什麼意思啊 teeth不是牙齒嗎 切牙齒 為什麼要切牙齒 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在這兩個人 在這個環境下 學習成長茁壯的這樣子 就小朋友那個乳牙長出來有沒有 所以你看乳牙長出來就是成長啊對不對 所以你的牙齒仿佛是從你的牙齒中這樣 切開來長出來 我覺得大概就是這樣一個畫面 所以Tony呢 Cut his teeth 在一個最競爭的環境中的其中一個這樣子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the league has seen 所以這個聯盟中所見過的最競爭的環境中的其中一個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the league has ever seen 那這個狀態是 他就站在Jordan跟Scotty Pippen的旁邊 So next to Michael Jordan and Scotty Pippen 那他在這邊成長茁壯然後變成了一個非常 非常prolific的一個shooter 特別想到一個是prolific 很多慘或之類的 所以成績斐然 prolific 好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我說真的 所以好像今天沒有帶到太多文章的部分 但我想長度夠 那我們就來再複習一下下 剛剛看過的一些這些東西 所以包括有這個各種不同的教堂啦 我們把這些字念一下下 教堂叫Church 也可以是Chapel 大教堂叫做Cathedra Cathedra 那這個Monastery 是剛剛所說的修道院 那然後穆斯林的是Mask Mask 清真寺 然後呢 猶太人 Synag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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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GUE沒有 唸成一個什麼鬼或之類的音 就是一個歌的音 所以Synagog Synagog 好然後他們 好幾個都是屬於一神教的 Monotheism Monotheism 神社 叫做Shrine 所以這一個 我們所說的NBA的這一個 我還有一個字沒講其實 因為在這裡好像看了半天沒看到 就是Induct OK 他們把他 帶進來 導入進來 所以 這些NBA球員進了名人堂啊 他們都叫做Inductee Inductee 我們知道 有一個er跟e結尾的時候 應該不是有y 就er跟e結尾的時候 像比如說你是一個 你是 今天你在面試別人 所以你就是一個interviewer 那你是被面試的人 你就是interviewer 一直打錯字 對不起 interview interviewee interviewer 跟interviewee 所以 inductee 就是你今天被納入了名人堂 again 我頂多只能用到納入這個字 因為我們真的中文不太會去把這個 enshrine這個字翻出來 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惜的 好 so 這邊講了 enshrinement OK so hall of fame enshrinement ceremony enshrine 把人家放進神社裡 這樣子 enshrine 好 然後神只是deity 剛剛說過了 那 所以這個enshrinement ceremony 裡面有metaphorical的感覺 所以metaphor是 譬喻 沒有用到像這個字 而你如果真的用到像 Michael Jordan 像是籃球的神 這聽起來就很奇怪 他就是籃球的神 所以這個時候你用的是simile 如果你用到像這個字的話 OK 好 然後我們剛剛解釋一下下 receive跟accept的分別 這希望是沒問題的 哪一個是有態度上要不要呢 accept receive沒有 receive就只是收到 OK Bob Dylan的故事 或許可以講 我覺得 我們改天要不要做一集 再看看唄 好 然後你要是沒有入選 不是入選 你沒有被那個 你沒有進入那個選秀會 然後被人家選到 you were undrafted like Jeremy Lin he was undrafted 所以Ben Wallace也是 可是他現在進了明燈堂 你看多屌 好 然後剛剛最後講到 Tony Kukoc 還記得這裡有概念嗎 Cut his teeth 在這個 Michael Jordan 跟Scotty Pippen 的並肩 兩個人旁邊成長茁壯 He cut his teeth in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 environment that the NBA has ever seen 你看 剛剛看過這句話之後 你 說不定就可以把他記起來 像我一樣 這就是學英文的同學 好 anyway 講到這裡真的夠了齁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